大家好,又跟上新東外婆的杜蘭 這是今年光達有餘意各位其中一環 小小杜蘭也會向大家介紹一把還有一把的外奏 若嘉慎自己對家所會了解 更加透過杜蘭分享給大家 這幅畫的中間這一位男子是被占卜的人 這一位是吉普賽人,他就是占卜者 這位男子的眼神專注在這一位的身上 但是他沒有發現旁邊這三位女子是一個騙子 其中這一位是在割金條 這一位在偷錢包,然後這一位準備接印 可以看到德拉圖爾展現了他敏銳的觀察力 光達有餘意連熟過夜當中 當西方不跟的藝術作品打到幸福跟小孩分享 這處在台南市特別展出巴洛克施基一系列的作品 成功帶動幸福的藝術氛圍 我們也透過小資共同培訓 也透過台南大學教授的講解 我們的老師跟孩子對巴洛克時期的展品 特別是光影的創作元素 有更深入的認識 這段期間我們也看到我們學校培養的解說員 除了對自己在培訓的當時 當下對作品的深入了解之外 為了預防被參觀的同學問倒 也都各自努力去翻閱了很多的圖書 來充實自己相關的學識跟解說的技巧 透過我們藝術小兼兵的訓練 讓孩子能夠勇於發表 這些孩子們都好棒 自己寫出的文稿 然後跟我們的小孩子 跟我們的同學 跟我們的民眾 來介紹他們的作品 豐富多元的電品 讓學生不只走在微微相關 電浪期間 將有學校的學生 等人倒人的工作 要請人家的學校舒心 跟社區的民眾 在來欣賞光影巴洛克店 以及學生的新歌 我們聽什麼來的 上來幫忙採訪報道